我的头发比较严重 谁打的 没谁 下午拉架的时候被殃请 就是看起来有点严重 可能是最近倒霉 太凶了所以遇到这事 还疼吗 我疼 我就是第一次被人打 还是倒着那么多人的面 觉得挺丢人的 挺憋屈的 我长这么大 我爸妈都没打过我 最让人生气的是 因为他们是客户 所以我根本都不能还手 我接下去说的话可能不符合思想品德课 但我还是想教你 受了委屈就要还回去 我接下去说的话可能不符合思想品德课 当然 打不过了就不要逞强 先叫上池忠玉还有你们行的保安 跟不讲道理的人是不用讲武德的 可是人家已经六十多岁了 打不懂又骂不过 那就把池忠玉推出去当肉店 不管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还是长嫂 如母 她都有义务保护好你 好 不过你可千万不要有内疚呀 或者是无法保护我的那种无力感 就算你是电视剧里那种动不动 就可以收购别人公司的霸总 我们银行也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 还有 别说让我辞职不甘的这种话 沉默成本不答应 还有我靠赚钱获得的成就感 也不允许 你还真是 一点表现空间都不给我留 有啊 那就告 parach 隆身